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LOOK台灣 我是洪淑芬 我們都知道臺灣過去農業 工業跟服務業 創造出不少的經濟奇蹟 但你知道什麼是六級產業嗎 我們印象中的傳統產業 要如何轉變為融合科技 創意與美學的體驗經濟呢 在有如是外桃園的花蓮複裡 以生產優質的稻米文明 這裡有一群很特別的農夫 不僅是種出可以吃的米 也種出對食物的堅持 對土地的尊重 以及對生態環境的關懷 甚至種出了一個有機農業品牌 帶你一起來看 在日本有一句俗話說 一粒迷裡有七味神明 意思就是每一口飯都不能浪費 過去是公務員的兩美制 十幾年前跟著丈夫回到花蓮受風種田 回報著開創有機農業的夢想 卻面臨了一粒米都賣不出去的窘境 我先生要回來種米的時候 我都想得很天真 因為那時候我是公務人員 我都覺得公務人員 我的薪水cover我全家支出 我是撐得起來的 這男人家你想去做什麼就做什麼 沒有關係 可是我第一次發現 一公頃是自己爸爸種的 沒有算錢沒有關係 這個成本慢慢拖 等我賣出去之後再把錢給自己的爸爸就好了 可是六公頃有其他的人了 我算一算 天啊 這些米如果賣不出去 我還得把積蓄全部墊出來 開始緊張了 這段靠著信念和熱情苦撐的日子 竟然長達五年都沒有收入 後來是藉由不斷地改良種植技術 和迎合顧客的口味 他們才提認出高檔價位的有機米 首先必須設計包裝 讓它看起來精緻而且不同反向 而梁美智也體會到 忠實傳達自己的信念和農民對土地的愛與堅持 這就是最好的行銷 我們的宗旨就是說要把環境跟土地跟農友傳達給我的消費者 所以我在我的包裝袋上面 我都盡可能地呈現出這種感覺給我的消費者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這樣子大家來吃這一包米才會更有意義 在十幾年的有機米栽種奮鬥歷程中 梁美智夫妻倆體會到 要改變的不是295公頃的土地 而是118戶契作農戶 只要心正確了 好東西就會種得出來 處處為稻米著想 它就一定可以長得很好 土地不會辜負用心的農夫 所謂的有情眾生就包括在田裡面 稻子裡面成長的每一樣的生物 這就常常我在教我的農友講 要種快樂的水稻 你想想看哪一個人生長的環境是那麼擁擠的 是要密不通風的 絕對不要 水稻也是一樣 快樂的水稻它一定是要 間距要寬 要讓它覺得非常的能夠自由自在的 通風的 然後更重要的是 它一定希望它的旁邊有很多鄰居 所有的友情眾生都在它旁邊 這樣子跑來跑去 我認為那個是一個最快樂的環境 當你用了化學 農藥之後 這一切都不在了 銀川米目前是台灣最大的有機米 甚至於老老闆娘講了一句話 我倒覺得是蠻感動的 她說早期米 有機米因為比較貴 賣不出去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老闆娘自己煮飯到各個百貨公司 要請大家來嘗試 但是很少人理會的 但是她最後的體驗是 不想賣米的時候反而是越賣越多 為什麼 因為她賣的不是米 她賣的是有機米的文化 是對土地 對蒙民的關懷 堅持連吊在地上的一粒米都是有機的 一年下來就減少了兩千瓶農藥 而為了讓有機米發揚光大 他們還曾經跟便利商店合作 讓消費者可以預購三天內收割 限量供應的鮮米 同時也因為在包裝上極盡巧思 富有時尚感 成功地打入了國際市場 打開銷售通路後 利用有機米製作的多元化商品也出現了 提升了有機米的附加價值 滿足消費者對米製品不同的需求 另外 他們也持續辦理產地觀摩 讓消費者參觀有機農場 和田間實地的操作 體驗銀川米生產 製造 銷售的整個流程 讓有機米成為一種文化 利用吃的力量改變世界 這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產業六級化的一個案例 雖然是農業 但是它有二級產業 大量生產製造 堅持品質 三級產業 有他們的品牌行銷通路 再加上虛擬農業 招引客群來享受田年的樂趣 還有加上生態教育的推廣 所以有機米文化的推廣 比賣米還更有效 我們類似這種產品項目 以前賣得很好 現在根本就很少人來買 怎麼辦 那因此我們就把台灣在地特色的東西 為了尋規穿上了彩碟的衣裳 很棒 謝謝 好